康定路的這一面 第一間房子這個外面已經被上白漆 再來的話就是在第三間房子 在這邊已經外面的磚頭被上了紅漆 而且這些的窗戶都已經被換成層窗 再加上這些招牌等等的破壞 以及這個磚跟建築物本身的一個老朽 在這個地方也有一些的榕樹跟長進去 所以長出一個榕樹 這樣子的話 目前大概破壞的情形非常的嚴重 我們再看一下後面的下一張 我們在到室內的時候 這個牆地都已經有滲水 而且有滾林谷整個中性化 那屋頂的這個部分已經崩塌 目前大部分屋頂都已經崩塌掉了 目前都是鋼架 青鋼架跟鐵竹竹 而且這個雨水當中有酸性 還會在侵蝕建築物的內部 那再來的話就是因為這整個棋樓已經 老化到不堪支撐上面的重量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棋樓的部分已經加了一個鋼架 那表示這個棋樓已經非常的老化小壞 有公共安全的疑慮 下一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棋樓 這個棋樓的話它應該已經不是當時的原貌 因為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一般的鋼筋毀林谷 而且當時的這個可能施工不是說很好 就在這個轉角的地方就看到這個鋼筋已經裸落 那這個滾林谷的樓板也有很多脫落 滾林谷的這個已經中性化 而且說這不是當時的原貌 那應該是後面在近代的時候 這個整個棋樓的樓板梁柱都是在重新灌出的 那再看下一頁 那我們也針對在內疆街這個棋樓的整個 目前的樣貌來做一個照片的拍攝 那目前的這整個棋樓的樣貌 它就是一般的這個混凝土的梁柱 上游戲的這樣一個形式 那在這個裡面的這一面 大部分都已經改成街捲門 在地板的部分都已經政府近年來把它統一 鋪成成這個一般通用的這個地磚 所以整體來講這個 齊樓的整個空間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這個歷史的風貌 再下一張 那因此我們目前 這樣地址都表達希望能夠重建的這樣的一個意願 那我們也草擬了一個計畫 希望能夠達到再重建 跟文化駕駛雙贏的兩個雙贏的目的 那我們就以下做一個說明 那目前這整個重建的計畫 是一個預計有開發地上二十一層 地下五層 一到二樓作為棋樓跟墊庫 那這個是我們預計要重建的整個基地的範圍 那黃色的部分是預計要開發的量體 那在藍色的部分是預計要開發地下室的範圍 另外在紅色的部分就是目前江家舊宅的整個範圍 那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開發跟文化駕駛 兩方面的雙贏 因此我們要提出來的是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採取原貌綁件的方式 把這個旗樓面依照原貌來做一個綁件 那在後面的整個量體的部分 我們外觀採取氮化跟設計 那為什麼我們會提出用原貌綁件的方式 以下有幾個理由 那在第一個就是 我們目前看到這個磚頭已經被上油漆 那因為這個磚頭本身有毛細孔 在被噴漆之後這個油漆會滲到這個毛細孔裡面 所以就算我們用高壓清洗也洗不掉 那採取氮件的時候 才能夠呈現建築物的原封貌 再下一張 另外的話就是這個樹根等等的 它會分泌一些質液 來侵蝕跟分解這個混凝土 造成混凝土的中性化 所以我們希望採取氮件的部分 內部的結構可以重新的來灌注 並且依照當前的整個耐震的技術規範來做設計 這樣子比較能夠確保整個公共的安全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 那另外就是希望說我們為什麼 奇樓也建議 奇樓能夠依當前的耐震規範設計跟重建的原因 因為這個奇樓已經不是日子時期的風貌 而且它本身就有這個坍塌規律有安全的疑慮 再來就是它的風貌 是一般剛性粉凝土的梁柱跟油漆的形式 不具歷史的風貌 所以我們如果在仿建 它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形式 在仿建的時候 可以確保整個結構的安全 那以下是我們的一個建議 好 謝謝 我們繼續來一位 下一位是江朝陽 江朝陽先生代表金國華 好 來 好 請開始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江朝陽先生老先生的代表 他是康定錄的84號 那各位剛剛都已經很感謝張先生 把那個現房都有給委員展現出來 就是說他現在的房屋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自己本身也不敢住在裡面 也不敢讓小孩住在裡面 好 那現在甚至連出租都不敢住給人家 怕那個老闆整會塌下來 好 所以他現在 因為年紀也已經大了 那他還是希望有一個夢想 是希望江家恩未來他自己的子孫 都可以回到這個地方來居住 好 所以請各位委員 是不是看這個案子 是不是可以讓他可以繼續去改變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 江中耀先生 好 來 江中耀先生 來請 我是91號的代表 我首先要感謝諸位委員四次前後很認真的對談 那也都大部分的委員都同意說不堪使用 那最主要是我們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真的是很恐怖 我在58年 我出生在那邊 我58年我就被迫要安定這個地方 那我外面的一些老一輩的90歲 80歲的長輩 他們全部都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困擾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有想說 找建築公司做好好的規劃 用綁建的環境去做 而且也會尊重文化局 還有要訪問這個原貌的精神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諸位委員將心比喻 如果你們也是我們的成員之一 我是希望說能夠大家達到雙贏的這個實面 高難對手 兩期五期 好 謝謝 謝謝江先生 下一位 陳陳豪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也是出生在這裡 那從小就看到整個都在修理屋頂 漏水啊 什麼的那個 長期以來就這樣 後來我也搬走了 這邊不敢住 但是我沒有像鄉家那麼有錢 所以我還是要租給人家 現在如果遇到地震還是什麼 萬一倒塌的話 我也不知道這個責任到底是我 還是房客還是誰 所以請各位高台對手 因為很少有各站說大家都願意來重建 政府也在鼓勵大家老屋重建 所以請各位高台對手 能給我們一個機會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 柯玉霞 也是 好 我是代表柯玉霞 畢姓劉 是 是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 特地報空很多時間去看我們江家的一個舊宅 那其實剛剛包含我們的張建築師 以及我們家族的很多長輩 都有提到我們其實為了只求一個安全居住的一個環境而已 包含我們的鄰居其實也常常說我們是點點想說 這房子這麼久了 怎麼還要去 我如果吃過東西怎麼大就 這其實也是比這裡 那所以我想我們只是這麼卑微的一個請求 讓我們可以安全的回到江家舊宅來重建 那我們也體會到各位綠色委員的用心 那也感謝我們在去年五位審查小組委員 已經勾去我們不具文字保存價值的一個建路 那所以我們也體查各位的用心 那包含第二次再會看 其實我們實在是心裡都很糾結也很痛苦 所以我們真的是希望來改建 那拜託不要把我們這個入歷史建築師 也不要具文的保存這個混之人一個家 但是我們家族也研究過 我們也願意採用這個仿建的方式來興建 那把我們江家這個美好的一個過去溫暖的家 留存這個美好的記憶 那拜託各位委員你們都是我們的叛官 那請拜託支持我們讓我們採行仿建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劉先生 來 下一位 以上的申請法 都OK的嗎 他一位叫許澤隆先生 好 最後一位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的委員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的一切付出 那先是我介紹 本人是康廷部86號的屋主 那86號這棟房子 是我爸爸在民國六年裡 從江家裡面購物的 那因為 屋靈也走 那屋況也不敢死掉 也經過很多次的一個修善 那所以基本上現在不論是裡面 裡面或是外觀 甚至於其的部分 都已經跟原來的樣子有大的不同 那 而且因為建物的老舊 那些結構體也已經有多數損害 那甚至 甚至於 屋頂跟外牆的部分 已經有 樹木已經生長在裡面了 那已經長到結構體裡面 雖然說是勉強使用 但是因為房屋 也是常常在 在修熱水的問題 那每一年的花費 都要 要許多的費用來進行維修 那第三點 就是長久以來 本人因為 這個房子的結構的老舊 還有龐大維修費用的 的 的 那個費用 造成一些困擾 那如果今天 又須以保留 與原始 這樣冒有很大差異 而且不堪使用的老舊建物 來進行改建 我是在講 本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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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擾是不是 就是永遠要 要繼續下去 那第三點 我想表達的就是 呃 不論任何的維修還是補強的技術 我 都還是比不上 我們 新式的建築工法 來的OK啦 那 所以說 我 因缺的期盼 品惠的長官 跟委員 曾經到委員的心聲 讓我們 能夠 有 以 最新進的那個 建築工法 完成改建 實現我們 小事與 都於 君主安全的一個設想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以上 謝謝各位的發言 看起來也 很自信 大家的心聲都 大概都怎麼樣 我們了解 好 各位有沒有要提問的 沒有我們進行投票 這個案子一樣有兩章 好像兩章 一個是呼籍的註問 一個是意見的註問 都請各位一起來多結論 致來自行投票 怎麼樣 所有政總相關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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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